说起德云社莽撞人 大家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烧饼 但没有想到德云社中 还有比烧饼还要勇猛的人 不但把何九华公主抱到窗外 还把高峰老师扔进水里 不得不说张九南实在是太莽了 要知道高峰老师 作为德云社的总教席 敢把德云社总教席扔进水里 张九南也是独一份 当然了要是没有师父的指示 估计张九南也不敢 估计郭老师也没有想到张九南会这么勇 直接就把高峰老师扔到勇池里了 除此之外张九南在直播也说过 曾经在寝室的事 不得不说真是太莽撞了 把高九成都吓坏了 我跟张九南住二次 我藏他东西 张九南是一个脾气挺耿直的人 那这个我了解 他先是打我 别招他 他之前练过自由呼吸 我特别执迷不悟 我吵从他身上下来 我就接着他 然后张九南就特别的耿 他端着我 从24楼窗屋给我端出去了 当时公主抱 当时呢 当时在现场的人觉得血已经凉了 他不敢说话了 你知道吗 估计也是从这件事之后 七队就开始不藏东西了 24楼的高层 现在想想都浑身发麻 看到这一幕 不少网友表示 比起烧饼 张九南是真的莽撞人 当然张九南心里肯定也有数 毕竟是练自由搏击的人 体力方面是没有问题的 但大家还是切勿模仿 大家也是没有想到 张九南不单单逛口的莽撞人 还是现实中的莽撞人 自从张九南参加玩豆校舍之后 张九南在德云社中的发展 也是越来越好 在专场上还穿上了刺绣大褂 虽然老郭说刺绣大褂跟地位没有关系 但在徒弟中除了三个云字科的徒弟 再没有徒弟穿过 但张九南穿刺绣大褂 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单单十年小剧场的演出 就值得大家肯定 除此之外 在豆校舍中 郭德纲也表示过 张九南曾经也是酒队队长的备选 无论是对待工作方面 还是相声功底方面 张九南都值得 而且如今张九南还在北展成功地举办了相声专场 能穿刺绣大褂是德云社对于张九南的肯定 能在北展举办专场 是粉丝们对于张九南的肯定 除此之外 自从张九南来到巴队之后 带领着一众师弟返场 拍视频 给师弟们带来了许多的人气 带动小剧场的票房 估计在开心队的话 张九南的队长没跑了 你们觉得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